欢迎来到赵旅排案 这场疫情 说实话 对于很多国家来讲 那真是除了拿命田 就是拿钱田 别的国家咱先甭讲 就是我们中国今天披露出来的数字 我们花费真的已经是很少了 但即便这样 每一个新冠肺炎患者的医治费用 都得十几万 有那样的重症的恐怕得百万 当然很多人说 除了医院这个费用之外 咱们医护上投入多大 咱们经济上损失多大 每一项都是天文数字 当然别的国家恐怕更是这样 因为好歹咱们今天确诊的人数 占人口比例已经是很低很低了 像美国直奔着六七十万上百万去了 所以这段时间以来 我们经常听到各种各样的 刺激经济的天文数字 比如说美国 美国政府说 给每个成年人发一千两百美元 美国政府拿出两万亿美元来刺激经济 甚至美元储说了 他们要无限的货币宽松政策 也就是说无限的印钞 好歹美国人家有一个大杀气 美元是人家印的 人家真不行了 那天可以靠印美元来收割全球 好吧 美国是两万亿美元 别忘了 美国确诊几十万人了 日本 日本确诊到现在还不到一万人 但是日本政府清楚 他们国家的雷到底有多大 所以日本政府提出了 超过一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 听着这个数 好像你看日本一万亿美元 美国两万亿美元 你日本比美国低多了 实际上是这样吗 不是的 不要忘了 日本的经济体量 今天大概只是美国总GDP的四分之一左右 所以日本的经济刺激计划 按照这个比例上讲 已经是美国的两倍了 那么欧洲呢 要知道这一场疫情 欧洲是真正的重灾区 意大利 西班牙 法国 德国 英国 这些老牌的资本主义列强 有一个算一个 哪个都逃不过去 而且相比于美国 欧洲有个很大的劣势 好歹 人美国是一个国家 人家起码 还有中央政府 有联邦政府 虽然说各州有点不太听话 但是美国的联邦政府 它的中央财权是很强的 欧洲不是这样啊 欧洲真的是一盘散沙呀 经营了几十年的欧盟 以往我们看过去感觉 哎呀 欧洲是不是人家一家人呢 各国之间你看人员自由流动 资本自由流动 连货币都统一了 实际上 当危难真正到来的时候 我们才看到人家还是几十个国家 从最开始 德国不愿意救助意大利开始 就已经埋下了种子 到今天 别的国家纷纷推出各种各样 天文数字般的救世政策之后呢 意大利也说了 咱欧洲也得搞啊 我们现在这么惨 再没有经济刺激 我得亡国呀 所以意大利提出个计划 说我们有没有可能搞一个新冠债券 在全欧洲范围之内发债券 你看欧洲这么多国家 整个体量加起来 你就是没有美国多吧 你起码比日本强多了呀 日本都一万亿美元了 我们也得投啊 结果意大利是想 巨额的刺激经济 架不住人家德国不干啊 德国 我单独看德国一个国家来讲 我的经济很健康 我举债并不高 而且德国的医疗能力 咱说实话 跟欧洲这些国家比还是强的 到目前为止 人家德国也是十几万确诊的人 但是人家医疗体系运转的很平稳 死亡率非常低 救治率非常高 出院人数比人家别的国家高一大几 所以德国可能觉得 我是可以独善其身的 我经济没有遭受巨大的威胁 我为什么要为了救意大利 救西班牙 把我自己再拖入泥潭之中呢 所以 以德国为首的几个国家 不同意意大利的救世政策 结果 人家意大利放出狠话了 你要是不同意 对不起 我就得跟你同归于尽了 咱们不是盟友吗 都是欧盟国家吗 结果我遭风大难的时候 我本国队长扛不住的时候 你还不让我发债券 又由于我们的所有的货币是统一的 我意大利自己中央政府实际上已经失去了造币权 我不能像美国那样 想印多少美元就印多少美元了 所以意大利说 你要是不同意我的救世方案 对不起 我就破罐子破摔 我看我意大利完蛋了 你欧洲其他国家能好到哪去 就在意大利的软膜硬泡之下 欧盟这些国家财长开会 好不容易达成了5000多亿欧元的刺激计划 这个计划比人美国 比人日本真是弱太多了 这还是意大利代表三番五次强烈要求之下 为什么 德国实在是太担心 周边这些穷兄弟 早晚有一天把自己彻底拉入到泥潭之中 而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讲 我们也看到 未来对于欧洲来讲 不光是疫情的影响 后续的经济问题 恐怕更麻烦 更多大千世界 更多古今完人 点击赵旅拍案的头像 进来看看 赵旅拍案 本回书着落在此 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 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 了吗 不可原来 你说as个歌 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